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观众一同回顾那些闪光的日子 在惊喜与感动之后 今晚比赛继续 浙江卫视安慕西2021中国好声音开启五强争霸战 八位学员将向总决赛巅峰之夜进行最后的冲刺 八强学员冲刺年度总冠军候选人 廖昌勇战堆陷入晋级危机 经过一个夏天的熬战 浙江卫视安慕西2021中国好声音进入尾声 迎来关键一战五强争霸战 八位学员将向冠军之夜发起最后的冲刺 无论是李荣浩战队前犬悠长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还是李克勤战队热情私舍的经典竞歌红日 导师战队风格迥异的开场秀 为精彩的五强争霸拉开序幕 赛前 为了帮助学员放松心态 各位导师以不同的方式为学员解压 李荣浩与学员们度过了一段温馨的下午茶时光 李克勤则带着两位学员走向户外挑战极限 事实证明解压弹心收效明显 上一场表现不佳的王静雯卸下包袱 再次拿出全新原创歌曲 精彩的表演不仅被导师李荣浩胜赞为是个天才 同时还唱哭了导师助教极客俊毅 现场极客俊毅表示自己与王静雯产生了共鸣 并温情感谢那些人陪伴我们走过寂寂无名的日子 作为截至目前仅存的男学员王洪浩 本场选择了一首悲伤情歌 同时导师李荣浩也透露这首歌与他有着不解之缘 不同于原版 王洪浩凭借独特的男中英将这首歌演绎出了自己的特色 获得导师廖昌勇的肯定 特别有词性 特别有内容 在他身上恍惚看到了李荣浩的样子 由于本场将淘汰三位学员 因此理论上有战队存在零选手晋级危机 受出场顺序影响 廖昌勇战队比赛过半变陷入危机之中 较晚出场陈文非压力不小 承压出战的他能否帮助战队扭转局面 作为好声音 八强唯一一位男学员王洪浩能否冲入冠军争夺战 巅峰之夜的对决将发生在哪些学员之间 悬念都将于今晚揭晓 国庆晚会激情开场奥运冠军现身助阵 好声音首期学员舞台重聚回忆十年音乐录 在六日播出的国庆晚会中 导师与学员们的表演与讲述仿佛一本温暖的音乐故事集 里面有关那些不平凡的挑战 勇气 坚持和梦想 手握不少大热单曲的金志文如今 已经是华语音乐圈炙手可热的唱作人 十年前还是北漂音乐人的他正式 因为好声音的舞台被大众所熟知 国庆晚会上 金志文演唱了一曲《中国姑娘》 不同于十年前初登场时为爱痴狂的狂野 这首民谣悠扬惬惬意 切人心疲 此外 同为好声音优秀学员的各位导师 助教也在晚会现场演唱了自己的作品 好声音走过整整十年 不少梦想也以这里为起点生根发芽 结出灿烂的果实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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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